接下来要问一下清晨了 问一下清晨 我好喜欢高清晨的名字 清清有我只在凡尘 我问一下高清晨 在宿舍里面一般谁会进行临时的补给呢 谁啊 对 刘雨吧 刘雨 谁不是我 刘雨 是你 是大家 临时补给 你买的也很多好吗 因为是去超市 所以大家说的比较多 那我吧 我说我吧 最多的是什么 最多就是酸奶吧 最多就是酸奶 因为能不能帮我 就是消化系统呀什么什么 哦 健康 所以现在肠胃很舒服 就是因为喝纯真喝的比较多 赞赞的 刘雨继续 那接下来想问大家 在宿舍里面 都会做点什么样的事情 有趣的 大家都可以说 吃饭 上次排 我们进来 如果自己开一家餐厅 想卖什么东西 不来了 我觉得啊 那个想法 我要卖 就是比较健康的菜 和甜品 所以我也自己如果我在餐厅里面的话 在工作的话 我吃的时候也不会后悔 啊 可以让大家就是吃你 你们想吃的很开心 ok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 加这个酸奶 里面在餐厅里面 嗯 餐厅的东西一定很好吃 喝它帮忙消化一下 对不对 完美大道 餐厅开胃 ok 好 next one 哈哈哈 等一唱哦 好 不止战术 不止战术 战术调整了已经 我不会那么寸吧 第一杯就给到了 流雨就是那个嘛 对吧 全是漂亮的糖 都溢出来了 我给你包一下 别看 各位现在吃的同时呢 我要跟大家说 像这样在嘴巴里面 跳舞 啪啪啪啪啪的感受 大家如果像感受的话 就可以现在在购物车里面 直接下单 我们纯真的 蠢酸奶 大家现在一定很馋 很想知道 到底什么样的味道 可以去试一下 一探究竟哦 一定不往常试 怎么样 没有 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吧 有吃到吗 没有 他绝对没有 没有 真的吗 他肯定没有 可以说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但是他很淡定哎 我觉得他有 我觉得他有 你觉得他有 不不不他没有 他真的没有 柯宇为什么觉得没有 因为他 他故意动自己的嘴巴 如果他有的话 就不会用这样 眼神里充满了无辜 一下吧 猜一下吧 好 来 柯宇呢你有你自己的感受吗 我觉得是小九吧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是小九 因为因为 为什么我觉得是小九 因为 他是第二个 然后呢 他吃掉那个酸奶的时候 他有一点紧张的 然后紧张的他那个嘴 就故意的有一点想动 表现出来里面有跳的东西 不像是像柏远那种 就是很很无所谓 就是 你们知道我在演 我也ok那种 但是上一次 周慧宇这样分析 他会把我们 你们全对 就可以选择 不相信我 但我只是说一下我的 到底是哪一次游戏 我记得周慧宇 就一顿分析 然后把他们全部带进沟里 哈哈哈 ok 对我自己来了 队友嘛 没办法啊 经常有这样坑来坑去 但越来越爱的情况的出现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的五位少年 统一一下意见 看一看 which one is the right one ok 小九 确认对吗 确认对吗 确认 等一下这不是他 就赖你 不赖你 不赖你 如果要是猜错的话 就刻意给大家都买酸奶喝 ok 好不好各位 确认了是吗 好 确认小九了 那我们不改喽 真的不改喽 ok好 所以 嘴巴怎么回事 就果断一点 好 那现在我们请公布一下 我们的第二组 你们哪一位 是我们正确的这一位呢 也就是 他是吃到了跳跳吧 表演你太厉害了 对不起不是我 对不起 那是不用死小九 känί 啊 谁吃到 最后一个是最强迷惑王 最强迷惑王是 是谁 我们要购给谁 还是刘雨吧 哈哈哈 刘雨两个鸡 我觉得应该是小九 小九 看把我们都猜过了 你们都猜的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的眼神就感觉像要出戏的感觉 但是他其实是压的 那我不够迷惑吗 哈哈哈哈 你觉得让他们疑惑的赶紧给他吧 哈哈哈 演的好了 你们迷人又迷惑了 谢谢我的荣幸 恭喜你小九 恭喜你 定义成酸奶 也不仅仅被定义成零食 因为有可以可以挑起来 猜猜什么 听到这个 对很幸福很满意的意味 有的感受 也就是代表他里面有优质蛋白 而且还会降低糖的含量 对身体是没有这五位男士啊 这是一组 我再问大家一遍好喝吗 啊 我喝完了 已经谁喝完了 谁都喝完了 都喝完了 哎 真的 下一次见大家 下一次见大家